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麗珠老師在為我們帶來一道非常經典的古早味的菜 肉絲炒筍絲 是一道很經典的台灣味的一個小菜 那今天老師 就是都是炒筍絲的這些材料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 桂竹筍 還有肉絲肉還是 這是黃豆醬 黃豆醬 薑 薑 薑末 蒜末 還有一些辣椒 辣椒 這是我們肉絲炒筍絲的材料 那這個是調味料 是 那是糖 糖 還有一些鹽 鹽 雞粉 這是調味料 老師那接下來要帶我們怎麼做了 好 因為這種是 桂竹筍 它是罐頭的 它都放在湯底裡 就是桶裝的 稍微洗碎有沒有 稍微汆燙一下 對 桂竹筍它盛產期的時候 它就把它煮起來 然後做罐裝的保存 對 那老師的意思說 要燙過一次以後呢 就是有那種 罐頭味 桶裝的味道 才會 洗掉 好 就是這樣 那水滾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 對 把它燙一燙 就這樣子 就把它燙一燙 好 然後起來 好 好 瀝乾 先放在這裡 就放進去 就瀝乾 現在開始炒 開始炒 好 加一點油 這支給你 加這種油是比較健康 你如果要吃好吃 可以加豬油 好 老師說 孫子比較需要油 有時候要加一點 老師說 你如果說 要健康一點的話 你就用那個 老師剛剛加的是葡萄籽油 可以炒菜的葡萄籽油 但是如果經典的台灣菜的話 大部分是加豬油 那因為筍子它纖維比較多 它比較澀一點 所以呢 那個油可以多放一點 好 我們就先 爆蝦 薑末過來 薑末 薑末 稍微炒這樣不 有一點唯黃 有一點唯黃 味道出來 接下來蒜末 蒜末 蒜末又放進去 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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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 清香料都下去了 肉絲過來 肉絲 炒肉絲了 炒肉絲了 炒到鱼湿水有没有 稍微变白色这样有没有 炒到肉丝油红转白 我们来加豆酱来 好 转白了以后就把这个 加过来 豆酱加进来 然后就把 刚刚的笋丝加下来 因为那个笋丝它本来就熟的 然后又有烫过了 所以后来才放下去 稍微炒一下入味就可以 然后再加一些调味料 糖 糖 糖 加一点糖 这是盐一点而已 一点盐 豆酱有咸味 老师特别交代 豆酱有咸味盐不要放太多 一点点鸡粉 提味 好 那个炒到入味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关掉 关掉 好就好了 好香喔 很好吃耶 真的好好吃喔 来一碗饭啦 这个是今天立竹老师教我们的肉丝炒笋丝 希望您会喜欢 谢谢大家